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陈一丹先生宣布捐赠25亿港元 设立全球最土豪的教育奖项一丹奖 每期奖金3000万港币 表彰为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或不超过三人的团队 百度是不是也该搞个艳红奖 奖励那些为医药推广和百度广告收入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吗 据网友爆料 魅族将在6月20号发布梦想6 目前微博已经出现话题超凡超凡620件 据称梦想6将采用和Pro6相同的工艺 大载黑牛X20处理器 配备5.5寸1080P的2.5D压感灵 3加32G类存组合起 前置800万后至2,070万小数摄像头 也有环形闪光灯 不支持Hi-Fi 新浪科技报道 广电总局建议 建议 建议 视频网站在6月10号前签署国资入股意向文件 国资出资占视频网站股权比例1%到10% 拥有公司董事名额 并拥有视听内容的生产 投资合作的表决权 审查权 以及高管任命的表决权 宪法好像没有给予任何组织个人 强制介入媒介一票否决的权利 然而视频网站敢反抗吧 祝愿小松奇谈 看理想等良知的节目 不要听 希望B站的诸葛王朗金克拉搞比例 不要听 欢迎微信扫码关注一分钟的微信 免费上车你少不了吃亏 每天推送你少的是实惠 极简又有种每天一分钟